各位医学教育网的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关于国家卫生资格考试 口腔修复学相关专业知识的讲解内容 我是猪讲人雪松老师 关于咱们整个的口腔修复学 同学们之前咱们在考职业的时候 已经全部的学过一遍 但是整个的口腔修复学它的重点难点 并没有体现在咱们相关专业知识 但众所周知咱们相关专业知识 只是把一些旁之末节的 什么适应症 禁忌症 包括他们修复之后出现的主要问题来考的大家 而真正的一些像设计的原则原理 设计的方法 预备的方法中考的少之又少 这就是相关专业知识中的关于口腔修复学的一个特点 当然同学们听到这 感觉这口腔修复学难点部分也不在这 我是不是可以不怎么学了呀 但是我告诉大家 每一课的考试你必须都通过60分 也就是说咱们整个的口腔修复学在相关专业知识中 这部分你得保证得及格 当然了 这里边除了口内 口外 口修之外 还有咱们口腔预防 以及正极学 可能我们考综合的同学 说实话 正极接触的比较少 那个20分基本上能丢掉一半左右 除非你专门研究了它 但是你想通过这60 我要求大家把口内的 分数最多的 以及咱们修复的 当然也包括口外的 尽量的多得分 那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关于口腔修复学在相关专业知识中 我们重点要掌握哪些内容 首先这是咱们一个考纲 考纲内容大致一看 这不就是整个修复学的内容吗 对吧 从刚开始的患者来诊之前 我们通过患者的主诉 对吧 然后进行口腔检查 然后修复前的一些准备 那么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根据患者具体缺了哪些牙齿 对吧 或者某一个牙齿缺了哪一部分 我们来设计相应的一些修复 那么所谓的牙齿缺了一块 对吧 哪怕的剩个根 我尽量的都要保存它们 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 咱们这个牙体缺损的修复 那么再者就是牙裂的缺损 那么它涉及到了内容 主要讲的是牙齿缺了一颗 或者缺了多颗 但是至少得给我剩一颗 对吧 这些的修复设计 我们归类于牙裂的缺损修复 那么最后就上半口 或者下半口 哪怕是全口 对吧 一颗牙齿都不剩了 这种咱们叫牙裂缺失的修复 这是贯穿整个咱们修复学的一个核心内容 对吧 就是讲了一件事 牙缺了或者牙坏了 我该怎么修复 对吧 但是同学们发现一下 关于咱们相关专业之中 讲的这些内容 并不是那么的难 对吧 也并不是那么的核心 关于整个修复学的 我们所关注的一些 像设计的原则原理 对吧 设计的方法 包括制作的预备的这些方法 好像都没有讲 这就是所谓的相关专业 对吧 来具体来看一下 整个考杠的要求 如果说单独就要考第二单元的 就是说我之前我考过了几个单元 对吧 我专门考第二单元 那么同学们所有的复习的重点内容 就放在咱们考杠中就OK了 当然了 如果你是四科都要考 对吧 咱们基础的 专业的 以及后边口腔实践的都要考的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一定要连贯起来听 对吧 而且要怎么样 看到一个问题 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尤其是第四单元 时间 那个单元 涉及到了多选题 那个比较复杂的 所以要求大家把这个内容 听成什么样子呢 听成像填空题一样 对吧 老师咱们不考填空题 但是尤其是1234567 那几几条的 一定要都给我看一遍 好吧 来说说具体的哪些内容 首先在牙裂缺损中 我们考纲中重点要求解释 那就是什么 铸造犬冠 以及装合冠的一个适应症和禁忌症 你看 关于本身咱们牙裂缺损的修复方法 修复的方法有很多 对吧 缺了一小部分的 我们可完全可以充填修复 对吧 那么涉及到缺的比较多的 咱才涉及到什么 有千体 有部分冠 对吧 然后拳冠以及装冠 当然这里涉及到了材料学的不同 对吧 咱们基础医学中 讲到了材料学 对吧 咱们有考词的 有拳词的 还有铸造的 对吧 那么在相关专业之中 咱们重点研究什么呀 铸造的拳冠 用金属的这样的拳冠和装冠 它们的适应症和进气症 对吧 当然了 虽然说它并不会考你 考纲中没有要求你 了解牙体的预备 了解设计的方法 对吧 但是考题中 因为你有了适应症 对吧 它对应的就会出相应的题 患者怎么怎么样 对吧 牙齿什么什么情况 让你说设计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适应症中提及的内容 它也是要考到的 对吧 再者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处理 关于牙体缺损 设计中 对吧 包括带牙 没多久 出现了什么问题 比如疼痛 最常见的 对吧 再者 它带入一段时间之后 出现一些问题 事故堪塞了等等的 对吧 这些相应的问题 你要会分析它的重点内容 一个会分析原因 对吧 再者 你要知道怎么样 如何的进行一个处理 OK 这是经常会考A3 A4型题 这种题一考起来 至少2到3分 对吧 大一点的4分左右 对这块内容也是一个重点 当然了 考课中后边讲到牙裂缺损的内容 它原则上来讲 牙裂缺损是整个学习学中 比较难的一部分 难在哪呢 因为它的设计有很多 对吧 我们现在主流的方向 推荐患者做什么呀 种植一尺 对吧 做种植一尺 当然了 有条件的 咱们也可以做什么固定一尺 当然了 条件不好的 我们也可以做什么局部的 可摘的这种嘛 对吧 叫活动一尺嘛 像这三种设计中 实际难的是咱们可摘 但是在咱们考杠中 它考的相关的内容 没有考太难的 它只考了一个关于固定的 和可摘的一些出现了问题 该如何处理 看到没有 关于出现了问题的原因 以及如何处理 容易考大体 对吧 还考三分左右的大体 A3 A4的病例分析体 对吧 那么再者 可摘局部一尺的 修复前的一些准备 再者呢 就可摘局部一尺的预备 那么同学们都知道 像可摘局部一尺几乎不预备呀 对吧 我们讲啊 这个固定一尺预备是个重点难点 但是呢 它是在专业之中考大家 专业才会考 像这个相关专业 固定一尺预备不咱们考 但是咱们关于可摘的一尺的 压尺的预备是要考的 预备核支托 对吧 预备系卡钩 对吧 这些位置放在哪儿 备多少 数据都是重点 那么再者呢 关于可摘局部一尺的准备呀 实际来讲啊 同学们 跟咱们第一章节中 休闲的准备有点重复 对吧 那么第一章节中 讲了休闲的准备呀 讲的是整体的 所有的一个大方向的准备 对吧 那么再者呢 像第三部分中 可摘局部一尺 它的休闲准备 讲的比较小 比较少 比较细 是吧 这些内容也要看一眼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啊 我们比较少做的 覆盖一尺 哎呀 覆盖一尺 临场中早些做的比较多 因为早些他没有种植啊 对吧 现在啊 有了种植之后啊 覆盖一尺做相对比较少 但是呢 同学们注意了啊 覆盖一尺 我们现在 种植覆盖一尺 它也属于覆盖一尺的范畴啊 哎 这个覆盖一尺 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以前在职业考试中啊 没有提及 很少提及 是吧 哎 这里边 他考了一个什么呢 优缺点 考纲中容易考的优缺点啊 要求大家掌握的内容啊 那么再者呢 就是种植一尺的一个原则 OK 像种植一尺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啊 对吧 这些内容在口外中有可能会考 对吧 那么像设计中哎 在第三单元可以考 而咱们整个的原则 讲这个大原则呀 是在咱们第二单元中 相关专业指示中 有可能出题的 尤其这个12345条 对吧 出一个选择题 A1型选择题 对吧 而最后呢 关于牙裂的缺损 牙裂的缺失啊 牙裂缺失 一颗牙都不剩了 对吧 实际来讲啊 同学们感觉啊 临床中 我们在做这个牙裂缺失的时候 这个病例啊 哎 往往不太好 对吧 但凡能找到咱乡牙的 基本上牙呀 牙操骨条件 不太理想 对吧 但考试你注意了 对吧 他也并没有考你实践操作嘛 对吧 实际上 关于牙裂缺失的 就一颗牙没有的 他的这些设计方法呀 制作呀 实际来讲 要比咱们牙裂缺损中 简单一些 实际牙裂缺损中 是比较难的 比较复杂的嘛 对吧 那么关于牙裂缺失的 考点中 同学们啊 他也没有考你设计 对吧 也没有考你制作方法 他主要考两个内容 一个呢 是咱们全口一尺的 固位和稳定 关于全口一尺 对吧 哪些因素影响他脱落 对吧 哪些因素呢 影响他撬动 摆动 上下动 研究这些内容 另外呢 就是关于全口一尺 对吧 他相符之后 出现了一些问题 以及如何处理 发现问题没有 我们相关专业知识中啊 讲的一些内容 好像都是一些 旁直侧节的东西 对吧 好像都是修复学 把一些不难的 不重要的 都放在了相关专业嘛 对吧 所以说同学们 通过咱们历年的 这个考试经验 发现 这个相关专业知识中啊 很少有同学说 老师我三课我都过了 就这第二课我没过 很少有 对吧 很少有 对吧 要么是都没学习 咱都没过 但是我希望大家啊 听完了咱们这个课啊 一定要啊 把这些内容串联起来 看了这个内容 要联想到专业内容 看到这部分内容 要发挥一下咱们第四考战 对吧 就第四单元的啊 这个实践的内容 对吧 尤其是这个多选题的内容 哎 要求大家基础一定要过夯实 头两单元 真的啊 包括基础的啊 头两单元挂的很少 第四单元挂的有点多 对吧 但我要求大家啊 每一个句 每一句话 每个知识点啊 都要认真对待啊 送给大家一句话 要什么呢 提高一分 干到千人 当然了 我们六十分万岁 对吧 多听点内容 有便于你 敌四战的一个发挥 哎 就是听完了第二考战 你敌四考战还能多得分 这何乐不为呢 啊 接下来咱们就正式进入 咱们相关专业之中 详细内容的讲解 首先咱们先看第一个单元 关于咱们口腔检查和修复前的准备 实际来讲啊 这个内容也就是患者进门 对吧 你要给患者交代一些内容 对吧 你要问诊 对吧 然后检查啊 做修复之前 你把该准备的准备好 对吧 这个准备不是器械的准备啊 是口内的准备啊 比如说咱们要磨牙筋啊 对吧 取病要处理啊 对吧 年软病要等一等啊 这些都不行 这些都做好了之后 然后你再进行什么 相应的 这关于牙体缺存啊 牙裂缺存 牙裂缺失的这些修复内容 好吧 所以这块内容 同学们感觉啊 好像不太重要 但是考试中啊 分数也是不少的 那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关于咱们整个相关专业知识啊 那 整个咱们要考五个学科 对吧 除了三大主科 口内 口外 口秀之外 对吧 像咱们正继学 对吧 实际这个预防医学啊 它归为了口腔内科 挺奇怪啊 预防医学归类的口腔内科 所以说感觉口内的分数很多啊 实际这五个科目啊 平分秋色 基本上每一科目20分左右 是吧 20分左右 好吧 那么修复学 在第一单元中 通通感觉这不用学啊 对吧 实际啊 考点也是颇多的 真要考起来 真要较真啊 你还真就拿不准 最痛苦莫过于什么呀 这选择题读完之后 哎呦 这五个 我都见过 这五个 我觉得都对 我选不出来 这是比较尴尬的 再整了 就我能排出三个了 正这两个 我也不知道该选哪个了 听天由命吧 是吧 这就比较尴尬了 就说明啊 你已经把球带到了进去 对吧 就插着临门一脚了 对吧 对有的人能坚持下来 对吧 就是把每个字都听一遍 是吧 这课多听几遍 书多看一看 题多做几遍 是吧 他就会掌握 对吧 捋顺一些大题的思路 形成一个自己的东西 对吧 你光听我在这讲 没用 对吧 你得把什么 把这些内容 形成自己的脑子的东西 考场的时候呢 便于你啊 记忆啊 想到了 这老师说过 对吧 能提取出来 对吧 这就能形成自己的东西了 好吧 要求大家平时多下功夫啊 物以善小而不为 不要认为这东西简单 咱就不听了 还是那句话 对吧 多得一分 干倒千人嘛 那么说一下 关于咱们整个的第一单元中啊 关于咱们修复前的准备 重点内容三大块 一个呢 叫病实采集 再者呢 叫口腔检查 一个呢 叫修复前的准备 听着三个词啊 哎 感觉好像都一样啊 对吧 反正我都没预备嘛 对吧 都是没有预备 但是之前这三件事非常重要 他关乎到了 哎 这个患者 你将要做什么修复 对吧 你将来做了修复 他未来 他现在效果怎么样 未来远期效果又会怎么样 是吧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首先第一个 病实采集 什么叫病实采集 同学们啊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啊 关于病实采集 主要就一个字 怎么样 问 对吧 两个字 问诊 就是一个问诊内容嘛 对吧 病实采集 主要是通过 一式的问诊 来了解患者 就诊的一些原因啊 以及他的要求 这里边体现 一个字就是问 同学们 关于病实采集 我能拿手采集吗 来我摸摸 看你关键怎么样 是吧 哎 我敲敲看牙疼不疼 这叫病实采集吗 同学们 想一想这个问题啊 很显然 它不叫病实采集 对吧 病实采集的内容 再总结一下 光动口 不动手 懂吧 哎 你只能通过聊天 对吧 问诊 对吧 当然问诊 你不要问太专业的东西嘛 对吧 这个患者 这个患者 你有没有这个搬起脸 他可能听不懂啊 对吧 你可能问他 你洗脸的时候疼不疼呀 这是问诊那些技巧问题啊 那么关于整个病实采集主要内容 两部分 对吧 一个叫主速 一个叫病实 咱们书上呀 哎 把这个病实采集分为四块内容 对吧 哎 同学们看有点乱呢 搞不明白 实际我告诉你 就两块内容 一个叫主速 一个叫病实 就是两块 不对呀 书上有四块啊 那个病实啊 咱总结一下啊 两个字叫病实 展开来说三件事 对吧 一个叫现病实 对吧 一个叫既往实 再者一个叫家族实 对吧 哎 把病实采分成三件事 对吧 哎 这样来讲脉络比较清楚嘛 当然了 其中咱们既往实中啊 包含了咱们全身的这个病实情况 以及呢 口腔专科的这样一个病实情况 好吧 那么具体先来看一下主速 主速 什么叫主速呢 咱们讲啊 患者来就诊 他主要的原因 以及呢 他迫切想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患者来了 对吧 白负 我这牙疼 这就是主速的原因嘛 当然我们这里考试是修复 所以说修复的患者 他的一些主速内容啊 基本上跟三件事有关 一个呢 是感觉方面的啊 比如刚才我讲的疼痛啊 当然也包括什么 肿胀啊 什么敏感啊 对吧 这些内容 对吧 患者感觉的不是 对吧 一个是感觉方面的 另外那个就是功能 对吧 功能口腔干嘛呀 牙齿干嘛呀 吃饭呀 对吧 影响咀嚼功能了 对吧 影响咀嚼 或者影响发音 对吧 还叫影响功能的事 对吧 他来救人了 另外第三件事啊 实际来讲 就是一个美观的问题 就是一个美观 对吧 影响社交活动了 没法出门了 对吧 包括他们缺牙了 牙折了 对吧 形态异常 牙齿变色等等等等一些问题 这都是些患者迫切想解决的一些问题 这叫主诉内容 这是患者告诉你的 当然了 患者告诉我内容又非常多呀 对吧 就是牙折 他从今天早上 出门遛狗开始给我讲 对吧 大大大讲了这么多 我不能都寄给主诉呀 懂吧 主诉内容 一定要简明额药 通常来讲 二十个字概括 二十个字以内概括 对吧 比如说 这个左上前牙 这个段 三天 对吧 右上后牙 疼痛 两天 发现这个规律没有 同学们 一定要怎么样 带部位 主诉啊 带部位 对吧 在这带什么呀 带症状呀 你为什么来诊啊 你说疼啊 还是折裂呀 对吧 带症状 再者 两天三天什么呀 时间 所以主诉内容 三件事啊 部位症状加时间 内容呢 二十个字之内 高度概括就OK了 是吧 当你说患者跟我讲了这么多 我在哪儿记呀 同学们 在后边内容 病史中进行记录 病史 它包括了什么 县病史 既往史 以及呢 家族史 三件事啊 一 二 既往 三 家族 三件事 当然了 其中第二件事 关于既往史 它又包含了什么 全身的病史情况 以及呢 跟口腔有关的 口腔专科的 这样一个病史情况 那么同学们 可能啊 在这个所有学科中 都是涉及到这些内容 只不过在修复学中 我给你展开讲了一下 是吧 像这个口内病例的书写呀 这个口外病例书写 都是这些内容 可能同学们 有点搞不清 老师 这个县病史 跟既往史 有什么区别呀 对吧 哎 县病史 如果你学过英语 这就好办了 县病史 现在进行的嘛 对吧 哎 包括这个疾病 现在的情况 那么既往史呢 就讲过去完成史嘛 之前的情况嘛 对吧 你简单的这么区别一下 就OK了 实际来讲 他们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线 只不过呢 我给大家画了条线 但咱们书上写的比较乱 你按我内容给它一分 这就非常明朗了嘛 对吧 其中县病史 咱们讲啊 一般包括了 主宿疾病 开始发病的这个时间 原因对吧 以及进展 包括曾经是否接受过 一些治疗等等的 就是现在什么情况 但你说治疗 治疗情况对吧 记录这些内容有什么用呢 对吧 它对未来啊 咱们牙裂缺损的 包括牙裂缺失的这些修复内容 对吧 你一定要分析好它的原因 对吧 便于咱们找原因啊 就找到好了原因 对吧 对应的 你才能够找到好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 这样来讲呢 在未来长久的这些效果中 咱们才得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不至于它再来找咱们嘛 说俗一点也就这样了 是吧 其中 咱们这个既往史 考试中容易比较乱啊 既往史中 它包含两件事 一个叫全身的病史情况 另外呢 叫口腔专科的这样一个病史情况 其中啊 咱们全身的内容 咱们展开来说一说啊 相关专业是什么 讲的内容就比较复杂 是吧 尤其包括口内内容 你看 它涉及到一些 好像我从来都没听过的口腔疾病 口腔以外的疾病 是不是都涉及到了 所以这里边啊 相关的就比较杂 对吧 咱们尽量的为了多得分嘛 就多讲一点 其中咱们全身的系统情况 我们重点了解 跟修复有关的 哎 一些方面 包括咱们系统性疾病啊 对吧 全身的用药情况 对吧 以及呢 咱们有没有这个传染病病史 再者呢 患者的心理呀 精神呢 哎 这些疾病史 其中啊 咱们这个系统性疾病 哎 包括比如说 像那些啊 别的高血压呀 什么的啊 八牙适应征 哎 这口外的一个重点啊 拔牙的这个适应症 包括禁忌症 对吧 在我们修复学中 也有体验啊 对吧 比如说 这患者修复之前啊 包括种植 是不是 你都需要拔牙嘛 有什么技科种植的 对吧 像这里有糖尿病的患者 哎 你要慎重了 是吧 高血压 当然更要慎重了 当然也包括 骨质疏松的患者 为什么要注意这一点呢 同学们 骨质疏松 分两头 一方面 那你要考虑到 他的积牙条件怎么样 对吧 另外你以种之为例啊 咱们拧完这个钉子之后 你要考虑 他的骨结合情况怎么样 是吧 未来长久 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们设计中 你要注意了 对吧 是一个一个的重 还是一个带多个的 比如咱们讲这个 种植固定条 对吧 他的骨 到底能不能支撑了 是吧 骨质疏松啊 骨质疏松啊 以及呢 咱们口干啊 这个口干啊 同时在口外中 了解有这么个系统疾病 实际来讲啊 叫舌格伦综合症 是吧 他也包含了这种技法的 就是有全身的 骨质疼疡 等等系统性疾病的 其实口干啊 不仅仅是舌格伦综合症 像咱们接受过 头颈部的放射线治疗的患者 破坏了腺体的 对吧 或者吃了某些药物 对吧 医治腺体分泌的 他都会口干 当然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这个患者 唾液分泌量也会减少 当然你同学说了 这口干 跟我修复有什么关系啊 同学们记着 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吧 唾液分泌量也减少 当然这类患者 经常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咱们 全口一尺 那么全口一尺中 他也没有积牙 对吧 也没有卡环 对吧 他的所谓的故位啊 实际来讲 是跟唾液的滋和量有关系的 所以说你在 咱们期望史中 你一定要看好了 患者他有没有口干 对吧 这个未来关乎到咱们 关于全口一尺 他的故位问题了 而最后 放疗问题 实际放疗的患者 尤其头颈部的放疗 我们一方面 他会影响 对吧 咱们脱液的分泌 并外 做了放疗的患者 口外中 你敢拔牙吗 肯定不敢了 对吧 修复中有残根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 对吧 这些问题 跟放疗患者就有关系了 是吧 如果你敢贸然拔牙的话 有可能引起口外一个非常严重的 对吧 放射性核骨骨髓炎 懂吧 所以这些内容在问诊中一定要有所体现 那么另外 关于咱们第二点 全身的用药和过敏情况 你看 患者有没有过敏史 对吧 像修复血重 除了咱们我也不吃药 但是 个别患者可能是对咱们修复材料 他有过敏 对吧 像金属类的 金属类的 比较少见 但是确实有些患者 对于非贵金属 这个反应是比较大的 另外 一尺的寄托材料 真的有患者会过敏的 对吧 你一定要询问患者的这样过敏史 另外关于用药情况 比如说咱们前面又提到 这个骨质疏松 这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问题 关于骨质疏松的患者 实际我们有一款药物 临床上专门治疗他的 医治咱们破骨细胞的 这个形成的 叫什么 双磷酸盐 叫二磷酸盐 如果患者有骨质疏松 恰巧他又吃了这种 二磷酸盐类的药物 同学们要注意了 这个药物对于咱们 种植医生来讲 这是一个梦魇 这个 吃这种药物 你将来的肢体 它的骨结核 会遭受到影响的 所以说 患者用药情况 一定要问好了 另外像一些 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患者 对吧 系统疾病中 他吃一些什么 滑法林 对吧 做心脏支架 对吧 帕血凝 吃了阿斯批林 这类药物 他的凝血 就非常的 不容易凝 对吧 尤其你做了小手术 对吧 骨尖骨脏 做个手术了 小残根拔除了 等等的 这些患者 之前的用药情况 一定要问好了 到时候出血不止 这就不是修复医生 能干了的事了 对吧 那再者 第三个 传染性疾病病史 那么对于传染性疾病 同学们注意了 尤其咱们在门检接诊中 尤其要问群患者 有没有乙肝 对吧 有没有艾滋病 有没有梅毒 当然这里边 这里边我只讲问诊 但实际在临床检查中 你也要注意看患者 口侨内部的情况 比如说患者口内 有一些什么 黏膜斑 对吧 有一些毛状白斑 对不对 这些内容都有可能 跟患者的传染性疾病有关 这类患者 如果接诊到的话 当然了 我们接诊的每一个患者 我们都默认为 他就是传染病的患者 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器械 认真的消毒 对吧 包括真实整个的大环境 都要进行消毒 现在这个消毒 就不用我多说了 当前都什么情况了 同学们 对吧 这个消毒这个事 就不用多说了吧 再者 关于咱们这个第四点 这个心理卫生状况 以及呢 这个精神疾病状况 其实啊 同学们 你在做这个牙齿之前 对吧 接诊之前 一定要跟患者 简单的攀谈一下 这个温诊非常重要 实际你通过温诊啊 你就能够啊 感觉出这些患者 不能说不正常吧 反正 他的要求好奇怪啊 或者说 什么都可以啊 对吧 像这种患者 有需要注意啊 他是不是 心理啊 健康有问题啊 或者精神 有什么疾病啊 另外啊 关于有些什么 癫痫的病史 像这类患者啊 你如果想设计这么小的支架 尤其要注意客宅的啊 千万要防止他的误吞 甚至咱就甭设计了 对吧 不要给自己造成不必要麻烦 等吧 尤其咱们这个心理病人状况 包括精神病史 除了温诊之外 包括平时聊天中 你确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患者 他就不太正常嘛 像这类患者 咱们要瞬接了 对吧 这是咱们 机网史的一些内容 另外 关于机网史的全身内容啊 这些内容 除了展开考的内容 是很多的 对吧 这里边只是 给大家稍微详细说一点 那么再者 关于机网史中 这个口腔专科病史 这也是个重点啊 对吧 口腔专科的病史 我们要了解什么呢 首先呢 关于咱们修复治疗情况 就是机网 以前做过什么修复啊 修复类型 怎么怎么样啊 对吧 做了多久啊 对吧 患者年龄段 怎么怎么样啊 再者 关于牙体牙髓治疗情况 以及牙周的情况啊 在这正肌的啊 口外的 对吧 影像的资料 以及呢 咱们镊下颗关节的 这些病史情况 对吧 这些内容 都跟口腔内的专科有关 刚才讲的是全身的情况 那么具体来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先说第一个 关于咱们修复治疗史 机网所采取的 何种的修复类型 这个很关键啊 对吧 患者之前做的什么呀 患者之前 比如说啊 他做的是固定预齿 对吧 但是呢 脱落了 你也不知道 对吧 现在你做活动了 患者感觉肯定就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机网用了什么修复类型 这个一定要问 是吧 再者 使用多少年啊 对吧 使用年限啊 也要注意 但你说这个跟我 这个治疗设计有什么关系啊 治疗设计中啊 我们通常来讲啊 经常会做到一些提 对吧 患者出现问题了 怎么怎么样 对吧 接下来应该怎么怎么办 对吧 这里边就提到了年限的问题 通常我们认为一个修复体啊 它的极限啊 一般建议啊 五年 对吧 如果考试中啊 当然现实中 有的人他真能用20年 咱甭管啊 考试中 如果说这个病例啊 这个牙齿用了超过五年了 那么你的治疗设计中啊 将来你的处理中啊 可能涉及到什么来 重做 如果这个患者牙齿做了才不到两年 对吧 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了 那么 使用年限才不到两年 那么你的修复的方向呢 尽量给他怎么样 给他修理 当然有些是修理不了的 垂直距离过低 过高 修理不了啊 那是一道重做 对吧 咱讲这个重做 实际到是年限一个问题啊 当然这个点只是个参考一个点 那么另外 关于他使用的效果如何 对吧 你了解了患者之前 掉不掉啊 松不松啊 什么原因来就诊啊 对吧 了解好这些内容之后 便于咱们未来啊 咱们制作的时候要避免这些坑 对吧 咱们设计这个缺陷 要进行个弥补 是吧 在这好的方面 当然我们要学习了 对吧 了解好了 既往修复的类型啊 粘线啊 效果啊 包括设计的缺陷 以及好处之后 便于咱们下一步的进行一个治疗设计 对吧 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再次进行一个修复 这次修复一定要比上次好 当然了 跟患者口腔内的条件有关系 是吧 那么另外啊 了解好了之前的情况 有利于判断 我们现在这个异痴的 这个既往了以后的预后情况 是吧 要跟患者提前交代 比如说 颤口异痴的 对吧 你要跟他怎么说呀 说这个 虽然咱们重新做了 但是呢 这个效果有可能不及以前 因为牙草起的情况 发生了改变 对吧 怎么怎么交代 这些话术一定要跟他提前说好 这是问诊中的关键点 是吧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 是吧 避免以前的这个错误设计缺陷这个事 对吧 问题避免了吗 对吧 避免再次出现 当然我们尽量让它少出现吧 再者 牙体牙髓的治疗情况 那么关于牙体牙髓治疗情况 我们众所周知 尤其是根管治疗术后的牙齿 我们在修复学上是建议他做冠修复的 对吧 避免他发现这个折裂呀 对吧 因为牙齿做完了这个根管治疗了 里边本身营养达不到 对吧 包括里边都是空的嘛 这样来讲呢 他容易折裂嘛 所以咱们做一个全冠来保护起来 这效果对长远来讲效果是不错的 那么针对于这个患者来让你做这个修复之前 比如说尤其是一些之前做过的 说医生给我换一个 对吧 这个掉了 或者这个漏了 对吧 我们在接诊这类患者之前 一定要判断他牙髓的情况 一定要判断牙髓的情况 没治过的要判断牙髓活力 看他到底里边活力如何 是活髓牙还是死髓牙 对吧 是否要采取根管治疗 治过的患者 大夫我治过了 我在哪哪医院治的 我在哪治过了 神经都杀完了 一定要看一下他的效果如何 一定要看效果如何 实在不详细的拍X线片 是吧 患者认为治过 他可能认为冲田过了 他就说治过了 实际来讲 你要看牙髓治疗情况 那我们来看 简单看个病例 你看 为什么要强调一下拍片呢 你看 这个牙扣针症状不是太明显 是吧 下方也没有什么漏管 患者就觉得不舒服 让你重新制作 是吧 如果说我们天真的 单纯的认为 就是一个 灌边缘这塞食物了 或怎么怎么着了 我们就给它拆掉了 重新做了一个之后 你会发现 后患无穷 因为你真的没有拍片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 里边出现了什么情况 你看这个 出现什么情况 是不是之前打装的时候 发生了测穿了 对吧 测穿的还好不算太严重 对吧 但是患者症状又不是太明显的情况下 这个就比较坑了 是吧 根肩还没有什么阴影 根管治疗 人家没毛病 是吧 但是呢 确实影像中发现出了一些问题 这种患者咱能接吗 是吧 咱是接不了 是吧 或者如实跟患者告知 说你这个 使用的原因 或者是 之前的什么什么原因 对不对 它出现了测穿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我们建议是拔除 对吧 就这种情况 跟患者一定要做好交代 如果没有做交代 那可能 这个最终受伤的是咱们自己了 对吧 那么在这 亚洲情况 亚洲的病史 同学们注意啊 我们这里边说的什么 应该拍片 这指什么呀 应该拍片指什么呀 指的是带着患者去拍片 这不属于问诊的情况 不属于咱们病史情况 什么叫病史情况 问诊 对吧 让患者提供这个影像资料 让患者自己说出来了 你带着拍片 这不属于咱们这个病史内容 注意你带着拍片不属于 只不过呢 如果对于不祥的情况下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该拍片 这个内容跟大家交代一下 好 在这病史中的亚洲病史 那么讲到亚洲病史 同学们 首先我们在患者口内 明显会发现 亚洲病的患者 对吧 他的牙齿怎么样 有被动探症出血 咱们叫被动出血 对吧 牙龈一般 红肿 对吧 明显的颜色发红 是吧 在这牙周的什么情况 比如说牙草骨吸收 导致牙齿松动等等的 实际在检查中能看得着 但是这里边要求大家 温诊中 你不能动手检查 我不能拿碳针去扎 对吧 只能通过温诊 对吧 了解一下患者 牙周情况 是吧 那么对咱们未来修复 尤其远期效果 非常有帮助 怎么这么说 尤其是 鸡牙的情况 我们认为 这个鸡牙条件 如果好 对吧 将来修复之后 效果肯定不错 如果鸡牙 以牙周病 确实牙齿之后 这个鸡牙条件 也不太好 将来的修复效果 也不会太长久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边 问诊中 咱们既往的 问三件事 灵魂三问 对吧 既往三件事 怎么问了 第一个 之前有没有牙周病 这个事情要问 再者有牙周病 之前做过什么治疗 对吧 我做过分根书 还是我做过翻版书 等等 对吧 问他做过何种治疗 再者问他什么 治疗的效果如何 这是咱们关于牙周病史的 三个问 这三个问决定什么 注意他决定了 你首先 我这活能不能接 我能否做求复 是吧 之前有牙周病 啥也没治过 对吧 更何谈效果 像这种情况 你要甚洁了 对吧 修复之前 一定要先给他进行 牙周治疗 另外 了解好了 他的牙周的病史之后 远期的修复效果 跟他息息相关的 尤其刚才我讲的 这个积牙的情况 是不是 虽然这两个牙齿 缺失了 你要问清楚 他因什么缺失的 因牙周病缺失的牙齿 一定要慎重 因为他的积牙 往往远期效果 也不能太好 知道吧 再者 正极治疗室 关于正极治疗这一块 我们在相关专业之中 专门会考到正极 所以这里边稍微慢一点说说这个事 正极治疗虽然不归我讲 但是正极的原理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正极治疗 我们通常来讲 牙齿为什么能够移动 对吧 这里涉及到了学科知识非常多的 尤其口腔组织病理学内容也会涉及到 是吧 咱们来看一下牙齿周围都有什么 牙齿周围有什么 有牙周膜 有牙草骨 牙周膜完了之后才是牙草骨 对不对 那么牙周膜一头拽着咱们牙草骨 另外一头拽着咱们牙骨质 对吧 牙骨质 我们在讲口腔组织病理学中 其中说牙骨质特征是什么呢 牙骨质咱们讲 它耐吸收 是吧 它不会说因为刺激它就没了 是吧 而牙草骨什么特征啊 牙草骨这东西啊 随风倒 对吧 受到压力 它就会吸收的 反正受到拉力呢 它会生长 那为什么会吸收和生长呢 这里涉及到什么 牙周膜中的一些细胞 是吧 牙周膜里有什么呀 同学们 牙周膜里有长骨细胞 还有破骨细胞呀 对吧 长骨细胞管骨头生长的 破骨细胞管骨头吸收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 实际来讲 在正绩中啊 那我们给它沾上脱槽之后啊 那用公司进行一个牵引 这样来讲牙齿就会受力 我们以这个箭头方向为例啊 假如说牙齿会往我这个方向发生疑味 那么这个时候 靠我进的这些骨头会怎么样啊 同学们 是不是受到了挤压呀 对吧 当他们受到挤压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就会怎么样 破骨细胞出现 对吧 出现什么Hallships腺窝 叫骨吸收腺窝 骨头发生吸收了 对吧 而另外另一头呢 另一头是不是受到欠拉了 对吧 这头受到了欠拉 骨头是不是会增长呀 对吧 成骨细胞出现 肋骨质出现 骨头生长 这样来讲这牙齿怎么着呢 就会发生一个 疑味 对吧 就朝我预计的方向 预计的方向啊 出现一个疑味 疑味之后你发现 哎呦 牙根还没有吸收 当然不能吸收了 牙根外围是什么了 牙骨质 人家是耐吸收的嘛 这就是咱们正肌的原理嘛 OK了 你了解了正肌原理之后 那么你就会想到一件事 我正肌的时候 牙齿会不会松动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正肌之后 或者正肌的时候 我能不能做修复呢 所以这个正肌治疗史 也是咱们问诊的关键 是吧 病时采集的关键 那么掌握合适的这个治疗的修复时机 才是整个未来治疗修复效果 保持良好的一个关键 是吧 那么前期的 我们要了解一下正肌的治疗效果如何 是吧 再者 我们要考虑到正肌的时间 是吧 你什么时候做的呀 你做完之后 是不是来做个保持器呀 对吧 再者 我们要预判一下啊 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 是吧 关于正肌治疗并发症啊 这里边正肌治疗中会考 对吧 这里咱简单提一下 因为相关专业嘛 对吧 内容很杂的 所以咱得简单说一下啊 关于正肌治疗并发症 都有哪些呢 简单了解啊 首先你想我占脱槽了 会怎么样啊 同学们啊 我占脱槽了 对我来讲牙齿是个异物呀 对吧 里边人挂食物 对吧 刷的不好确实也不好刷呀 确实也不好刷 对吧 它容易怎么样 造成幼稚拖矿 怎么往上沾的呀 是不是现在酸氏才沾的呀 对吧 幼稚拖矿 以及呢 区病的问题啊 另外 如果你天引的力量 它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啊 有可能造成 亚洲组织的一个破坏 包括军斑的聚集 也会影响亚洲嘛 另外 如果力量不得当的情况下 可能造成牙根的吸收 再者呢 这个各种 你看金属钩啊 对吧 咱们各种带环啊 对吧 各种牵引钩啊 包括外边杰扎丝啊 对吧 等等的 如果万一有脱落 有翘体 是吧 容易引起咱们啊 这个嘴唇 是吧 舌头尖等等 故意的一个什么 创伤性溃疡嘛 对吧 所以黏膜 有溃疡 再者 症肌的时候 同学们 尤其加厉之后啊 特别的疼 再者呢 牙体可能真的有一味情况 甚至严重的 有牙髓的反应 这是关于咱们 症肌的一些 并发症的问题 但这是 替外化了 症肌中可能会遇到 这里边我提前说一点 是吧 因为咱们考着综合的同学 说实话啊 这症肌啊 确实不是咱们的强项 是吧 那么再者 口腔外壳的治疗情况啊 之前讲了口内的 亚洲的 牙髓的 对吧 讲了个症肌的 接着看口外 口外这里涉及到什么呢 外科手术嘛 对吧 关于咱们拔牙的 牙草骨的 对吧 口外伤的 骨整合的等等啊 首先对于咱们 合骨的 尤其颅面部的 这个切除类的患者啊 比如说又涉及到症肌了 你看同学们啊 咱们症肌啊 其中有一些 通过牙齿矫正 能解决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咱们 暗示三类的 这下颗骨 小的时候啊 下颗骨啊 长得很大 对吧 下颗 是反核状态 对吧 那上颗呢 就抑制了上颗的发育 这样来讲呢 下颗会长得越来越大 上颗呢 长得 被抑制了嘛 长得比较小 这类患者 你单纯通过牙齿的矫正 是很难恢复 它面型的 是吧 凹面型的面容 怎么办呢 咱们要结合外科中 咱们有个叫什么 叫正合 什么意思呢 把骨头啊 看这个图片啊 把骨头 切去一小块 然后把下颗 给我推进去 这种颗兜给我 带好了 对吧 固定株 这是咱们设计到 正肌和外科的一个联合治疗 叫正合手术 你看 像这类患者 你在做修复 一定要慎重了 对吧 一定要了解他的 这个牙齿的治疗室 外科治疗室 再者呢 做到植骨术后的患者 以及呢 拔牙 牙刀骨羞腫后的患者 这里边尤其注意 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是吧 什么时候拔了牙呀 拔多久了 对吧 现在效果如何 这些问题一定要问 结合相关的这个外科资料 对吧 然后呢 才能进行咱们修复治疗的计划 好 再者 刚才补充一点 咱们看上面这是什么呀 这叫什么呀 坚强内固定 是吧 这睡到什么 患者的骨折 尤其是个上科骨骨折 上科骨还好说 是吧 修复牙齿的 很少能睡到上科的 是吧 像咱们这个 里方的一二三行 对吧 低位的 中位的 高位的 牙齿修复 设计不到这些 但是你像这个下科骨骨折 对吧 容易骨折的地方 正中联合了 对吧 磕孔区了 下科角了 对吧 磕头颈部 像这些部位的骨折 比如说咱们做了什么 固定 对吧 坚强内固定 未来我们做修复中 有需要注意了 包括你做种植 是吧 你之前一定是 要跟患者了解一下 外科治疗情况的 对吧 包括树后的 树前的检查 都要跟上 是吧 影像资料都有 是吧 好 再者咱们说一下 捏下科关节紊乱的病史 关于捏下科关节 咱们这里边 说一道什么 像解剖内容 你一定要了解 对吧 捏下科关节 捏下科捏下科 为什么这么叫呢 很简单 这个修复内容 感觉比较迷茫 是吧 像这个解剖内容 虽然我们感觉也很难 但实际 它的名字 就跟它的位置 是息息相关的 你看 为什么叫捏下科 你看这个红色的肌肉 它叫什么 叫捏肌 捏肌的下方 它有个关节 捏下科关节 是不是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下科关节 因为这个关节 它关乎下科的一个运动 对吧 所以叫捏下科关节 那么关于捏下科关节 它的紊乱 它会影响咱们修复的设计 以及整个咬科的一个调整 因为你看 咱们整个下科骨 它是一块骨 对吧 一个整体的运动 所以它跟咱们整个的咬科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咬科这里又牵扯到了什么肌肉的问题 关节的问题 再者咬科问题 它们三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吧 所以说咱们如果忽视了咱们捏下科关节的这个病史 它有可能就直接影响了咱们咬科 当然反正呢 如果你咬科做的不好 对吧 它反正呢 也会影响咱们关节 包括肌肉的一些问题 是吧 所以说咱们捏下科关节这一块呢 跟咬科 跟修复 它是怎么 双向关节的 所以这块内容也要注意了 捏下科关节的病史 关节病史怎么采集 你怎么问关者 问他 关节 对吧 有没有什么弹响 对吧 有没有张口受限 等等这些问题 好吧 再者 放射现在这个资料 放射影像资料 这个影像资料 同学们要注意了 这里边这个资料 这里边资料 那咱们包括的内容有很多 是吧 这里边重点了解一下 之前的这个治疗史 对吧 包括咱们牙隐兵的情况 牙周情况 是吧 那么有了这些资料 当然这个资料 同学们 不是你带患者去拍的片 是患者提供的这个资料 因为咱们叫病史 这病史一定是患者提供的资料 对吧 那么这里边 我们以这个 一个全口片为例 曲面断层片为例 你看 从这个片子中 你大致能读到什么 大致一看 可能每个牙看的不是太清晰 但大致情况 这个牙草骨 它肯定有吸收 这是个牙周病的患者 像这里患者 你在做修复中 是不是要重点考虑 它的预后问题了 对吧 所以影像资料非常关键 当然除了我们这个曲面断层片之外 我们也可以有根肩片 对吧 再好点 我们可以有CT 这个资料不趋逆于 具体什么片 好吧 那再者 最后病史中咱们讲家族史 家族史来讲 对于某些跟遗传相关的一些 口腔疾病的因素 一定要好好问 尤其比如说牙周病 你说牙周病有没有遗传 当然有了 咱们牙周病中讲有成人的 是吧 叫慢性牙周炎 当然出此之外 咱们还有什么 叫侵袭性牙周炎 这个牙周炎 它就明显的有家族聚集性 是吧 当然出此之外 咱们关于这个牙齿缺势 你是先天缺失 对吧 有这个颅骨缩骨发育不全 是吧 这些先天性的疾病 对吧 造成的缺失 遗传性的一些缺失 压根没有这个基层横压培 是吧 另外 关于错核畸形的 这个面形的问题 是不是都有遗传 所以这些问题 一定要对家族相关成员 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为咱们诊断 做一个重要参考 好了 以上内容就是咱们讲的病史 这里边内容辐射比较多 因为整个这个相关专业 我希望把这个知识 一定要给铺开 是吧 你在相关专业知识中 有可能在未来 你的第四学科 有可能就考一个多选题 是吧 有可能也会涉及到这些内容 因为第四科考纲 并没有明确一个要求 它只是大致一说 就考孔阳修复学了 对吧 修复前的准备 再整个就牙裂缺损 牙体缺损 牙裂缺失的一个修复 是吧 就这么个考纲 没有具体内容 所以它有可能是 一二三四每个单元 最后放到最后 加在一起考虑给大家 所以每一单元 都要好好学 好吧 内容不怕多 对吧 具体的 多学成多记 多记成多得分 总结一下 关于病史采集 就一个字 同学们 听了这么多 就一个字干嘛 就是问 对吧 问 光动口不动手 具体内容两部分 一个叫主素 一个叫病史 主素干嘛 患者迫切想解决了问题 对吧 重点内容 也就二十个字之内 三件事 部位症状 加时间 右上后牙 疼痛三天 是不是 病史 书上讲了四块 来吧 讲了四块 咱们简单 就病史 就两字 分成了三部分 现病史 现在的情况 对吧 既往史 之前全身情况 和口腔转刻病史 家族史 家族遗传情况 当然这里边 容易烤的出题的重点内容 全身的口腔转刻的 这里边简单提个问题 同学们 你说这个患者 牙体牙齿情况 感觉这个牙齿 河面 哎呦 一个大充天物 对吧 我很明显要问患者 你这个是 之前有没有做过根管治疗 可能患者不太明白 臭门臭过神经 患者说 哎呀 做了 你要干嘛 你是不是了解一下 这个牙齿治疗的情况 牙体牙齿 这个转刻病史中 咱提到什么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了解 牙齿治疗的 这个效果如何 是不是 他说不疼 那不代表治疗好 对吧 一定要怎么样 提供影像资料 注意了 这两个字 叫提供影像资料 这个提供影像资料 叫什么 这个才叫病史 提供 这个才叫病史 如果不是提供的 患者说 不知道啊 没有啊 治完了 不错呀 怎么办 带他去拍张片 哎 同学们 我带他去拍张片 走患者 咱俩去拍张片 这个事 叫不叫病史采集 这个事 叫不叫病史采集 小小的问号啊 如果你能知道 我带他拍张片 这不叫病史采集 那么说明OK了 你这块学的非常扎实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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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